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金融圈币圈的交易基本面 跟晚餐一样也会分析一下 可以先最后可以分享一下点位 前段时间 最后美国政府抛售 美国政府抛售 门头沟的残扶 还有矿工的抛售 还有就是ETF的资金的流出 等等等等利空的因素的影响 我们是目前市场上这样说的 但是我曾经在视频中也说过了 如果你无法确认消息面的真假 也无法获得这些全面的消息 那么你只要学会看K线 就能够根据道士理论 判断出价格的走势 前段时间比特币跌破了5万4 其实在那之前很长的几周的时间 我都说逢高都可以做空 那么比特币跌破5万4 山寨币更是学流程和狗狗币 我们的狗狗币都跌破了0.1 但是没什么 我在分析过狗狗币和比特币的行为以后 也给大家充值了信仰 但是并不是信守胡说 都是很利性的分析 也说过了 比特币的关机价在4万8 那么它的历史性的低位 都没有跌破关机价 而且基本都在关机价的百分之 150到160以上 这时上狗狗币 比特币也都是 特别是比特币 也是没有跌破4万8的关机价 也是在万多附近就回调了 回谈了 狗狗币虽然是跌破了它关机价 但是没什么 到了关机价的自然 有很强的支撑位 最近虽然没有空 会比较满一些 没空分析方面 但是之前那几期视频也说过了 狗狗币的走势 基本都是 最近都是横排一段时间 摆头像下 今天出现了一点变化 市场出现了反弹 这波短线反弹 那么这个反弹能不能继续呢 最后我们要根据K线来讲 而不是信口不说 目前比特币已经 上上62的大关 再往63方面突破 能不能突破呢 等一下我们通过K线来讲 这意思呢虽然从技术上讲是如此 但是在资金流动方面来讲 德国政府应该是 比特币习俗抛手了 余额已经这样子零了 这个利空已经落地了 同学们 我曾经有讲过 交系面的规律是什么呢 前几期视频我说过利好落地呢 会怎么样呢 会跌对不对 这叫买预期卖适时 实际上呢 利空落地呢 就会开始升 这也是买预期卖适时的一部分 反过来讲也就是卖预期买适时 因为比特币 它的存在有这么多年 并不会因为短期的消息面的东西 影响它长期的走势 狗狗币也一样的 所以狗狗币受到比特币的影响 连续五周还是六周 连续几年影响来 把整个市场的心情都跌没了 这时候呢 往往是埋伏的好时候 所以最近我都没什么空 好了 之前那些视频讲清楚 为什么要买预期卖适时 也就是如果你记不清楚的话 就是利好落地的时候 你叫卖掉 甚至在利好快落地之前 你叫卖掉 这叫利落灰土 利好出境 市场就重新评估 资金就会重新再流动 市场情绪也会变化 反过来也一样的 所以呢 当这些利公因素 彻底落地的时候 那机构的流动性的提供者 市商 场外的交易 OTC 这些柜台已经吸收了 大部分的 不知道是谁抛掉的比特币 有可能中国政府 有可能德国 这无所谓 总之 有人卖 有人买 互相都认为 B10是傻逼 买的人觉得 你这么贫买 卖掉 这个我还不买进去 那卖的人说 这么贵 几万每一杯的比特币 你还买 都是这样子 所以才出现 市场价格平衡 这就是经济学当中的 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 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 经济学老祖宗 有跟我们讲讲 他的国父论 亚当斯密的 市场的看不见手 决定的价格 那为什么叫看不见手 因为说不清楚是谁 但是总有 绝对有一个 无形的手控制 买和卖双方 好像都会有一种力量驱动 就会出现 博弈论上的平衡 出现纳斯上的均衡 纳斯是一个教授 好了 我们不讲理论 只是太深了 我们只说实际上的 根据数据显示 只有少量的比特币 被转移到了 Coinbase 这些比较中心化的交易所 那么实际上 机构的流动性 提供商和厂外的 交易机构 例如华尔街 也不知道是谁 吸收了德国90%的 比特币的销售盒 那么有一些消息显示 比特币的地址 钱包地址 在7月5日那天 币价回撤到 5万4美元的时候 是增持了 7万枚的比特币 所以呢 大量的机构 目前正在 以快速的速度 来囤积比特币 这个是自 2023年4月份 也就是去年的 4月份到现在 硅谷银行倒闭以来 以最快的速度 吸引比特币 所以在市场恐慌的期间 美国的比特币 鲜货ETF 连续6日 都是逆势买入的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不了解 比特币的人 也看好比特币 特别是 ETF 代表着传统的金融 昨天我还做了一期 特朗普的视频 那为什么讲一讲呢 因为为了铺垫 进今天的视频 我等一下会讲 大学 结束前这些 对未来的 金融市场的影响 我们还是按我以前的 或者说 以我的认知和框架 来分析这些事情 我也无数次说过 分析问题比得出结论 哪个更重要呢 分析问题更重要 我帮你分析完了 你自然就能得出结论 就是当你知道 两个要素 比如二和三 这个要素 然后你相加 我不要告诉你 等一几 你也知道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三段论 三段论呢 是一个普遍的逻辑 推理的形式 那么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些呢 我们教室教同学们 不单单教K线 教政治 教历史 教金融 还要把最根本的底层的东西 交给同学们 对底层的逻辑 三段论 作为一个经典的 古典的逻辑 推理的形式 一定要知道 同学们 这是谁发明的 也就是我前期一期视频 说过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哲学家 也就是雅力自多德 他运用和发展起来的 他的主持人部分 是大前提 小前提和结论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三段论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分析问题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那么举个例子来讲 三段论的结构 基本是大前提 小前提结论 对不对 讲起来有点复杂 那么举个例子 大家就立刻明白了 所有人都是凡人 这是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 这是小前提 那么因此 你就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苏格拉底是凡人 所以呢 同学们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讲讲哲学 同学们 这个最重要的点在哪些呢 就是要前提要是真的 如果前提是假的 或者逻辑结构有错误 得出的结论 这然是错的 我们讲了三段了 我们就回到 刚才要说的 今天我会通过 各方面的因素 来推导一下 特朗普当选的 之后对金融圈 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 特朗普遇刺后 他获胜的概率 不能说是大幅增加 简直是俊幅增加 真的是大 昨天视频说过了 也许多动症 对一个人的人生 也起一定的作用 所以不要 因为还是多动症 你就骂他 好了 如果特朗普对加密币 是有好的 对加密圈 是有很大利好的 那么特朗普 有可能在遇迟之后 还会继续参加 月底的比特币的大会 总的来讲呢 诸多的因素 都构成了 市场开始起稳的迹象了 不停的有人说 牛市结束了 但是我也不停的 给同学们充值 没那么快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讲讲 特朗普当税以后 对我们币权有什么影响 对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 那么按照刚才的逻辑 前提很重要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美国的基本的政治结构 那美国的国会 总共有多少 民主党的议员呢 260名 那么从6月底 到现在7月份 特朗普遇迟之前 公开表态 拜登应该下台的 有多少呢 19人 对这个问题 表示担忧的少人 公开声援拜登 应该继续参选的 有只有60人 善不清楚立场的 有170人左右 这是民主党的议员当中的 这说明了这些数据 就是我刚才说的 大群体得出的 你的结论是怎样的 因为民主党人 对拜登都是没有信心的 这还是在 拜登和特朗普辩论会之后 还没发生 昨天的遇刺的事件 那么遇刺之后 这个数字肯定 还要继续下降的 所以呢 民主党 大概率会替怀了海登 那么很可能是 副总统哈里斯 接下来跟拜登之间进行角逐 那么哈里斯的支持率 7月份以来是明显提升的 是替换拜登的首选的人物 其次还有就是 加州的州长加尔文 纽森 明白了吧 首先这个前提 同学们记住了 当前制约拜登 连任的第一大因素 就是他的健康问题 而这个遇刺事件之后 特朗普的表现非常顽强 那么在考虑到 美国动画当中 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追捧 本次特朗普遇刺事件中 拜登在中旬选民众的支持率 会继续下滑 甚至是迅速下滑 那么在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们讨论的是政治问题 但是也是真金融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 你的经济金融 其实跟政治挂钩就更紧密了 所以仅仅谈金融 不了解政治 不了解世界 文化 宗教历史的话 你是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交易员 好了 那么我们就讲一讲 金融市场会怎样的 会被特朗普和美国的竞选 带到哪一种禁定的 当前金融市场会进一步强化 特朗普的交易 什么是特朗普交易呢 就是指特朗普如果单选了 美国的总统 那么投资者会基于这次选举 得出他们的预期 而进一步的进行一切的 金融市场交易策略的变更 这就是蝴蝶效应 我们应该以始为继 就像我们有分析线 K线往往是历史数据 但是通过历史数据 可以推导出未来的结论 这时候我们要回顾一下 特朗普当选期间 也就是他在任美国总统的 那四年的经济政策 在2016年的10月份 美国当时也举行了 三次的电视辩论会 当时是特朗普跟谁在竞争呢 跟克林多他老婆 希拉里在竞争 当时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 已经开始遥遥领先 直到当年年末的时候 不断的爬升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 但是没有人觉得 特朗普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当选 那么我等一下有机会 算一下特朗普的演讲视频 你就会知道 他其实一点都不笨 当然这些视频 在国内是看不到的 你想一个这么笨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财阀 一个这么有钱的人 所以媒体的影响力太大了 会哼杀人 也会抹黑人 所以你和我 我们这些普通人 在信息简方的时代 往往很容易被舆论控制 这是没办法的 那么我们现在 要拨开美物界明月 我刚才说过了 特朗普交易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 当年的特朗普交易 也就是特朗普当选的时候 在经济金融市场引擎的交易策略的变化 那么在那一段时间起 交易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高利率 抢美元 抢美股 我再讲一遍 叫做高利率 抢美元 抢美股 什么原因呢 这背后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特朗普的宽财政与 紧贸易的政策 听起来有点太学术了 没办法 金融往往就是这么的比较麻烦 因为它有很多的概念在 那什么叫宽财政与紧贸易呢 稍微顺带来讲一下 我尽量的通俗讲一下 把水龙头拿得开 拼命的放美元的水 紧贸易呢 特朗普在这期间 跟各国都开展贸易战 接不接的东西 这就是亚丹斯密在经济学 国父经济学的申请 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 葵花宝典 里面有写到 重商主义政策 几百年前就有了 它实行的就是宽财政 还有重商主义政策 所以呢 当时美国的通胀 是在抬升的 而且美国与非美经济 差距不断的放大 而且当时所有的 做交易的金融圈的预期 都在上升 都觉得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 非美经济就是 非美国国家了 那么为什么会 比如说有美国与非美经济 没有中国与非中经济的 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的量不够大 它并不是世界超级大国 不单单政治经济 各方面的影响力 都被美国打 美国一个国家 主打了现在全球 那么我们刚才复盘了一下 特朗普在论的 之后的经济政策 接下来我们就要运用 这种三段论的方式 或者说理解 逻辑推理的方式 分析问题方法 来得出一些分析的选项 慢慢就会得出 自己相合结论 如果同学们 如果特朗普胜 甚至可以不说特朗普胜 特朗普几乎就胜定了 那就是大胜还是小胜 就是胜得大幅度的选 赢得大量的选票 赢得小量选票的区别 如果特朗普大胜 会引起什么呢 大选前后资产表现的分化 那听起来又有点复杂 那么慢慢听下来 首先呢 根据历史经验 国大选历史经验 我们把美国大选 按照不同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这种简胜大胜等等情形 分为四种情形 还比较歧视同学们 今天我拥有的 这个叫做博弈论 那是均衡 其中的非常重要的道理在 我们刚才还教了三段论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我们会用 比较容易懂的 简单一点的博弈论的方法 来分析一下问题 这其实就是我之前讲过 海盗分金和大猪小猪 抢食的那些经济学商 金融学商的 比较经典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首先我们现在先做一个比较 首先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这两个选项 还有就显胜和大舍 两种情景 那么这一区分一下 就四种情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对比一下 选举前六个月 和选举后的 各类资产的表现 刚才视频开始 我们就预告了 首先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共和党显胜 但这个概率不高 但是也得列出来 概率高不高 都要把这可能性列出来 因为谁也不知道 特朗普如果昨天 并不是说多动症头转一下 他就死掉了 他舍共和党就很可能就不胜 也更不要说显胜 所以未来的历史 谁也不知道 所以都要把选项列进来 哪怕概率很低 首先第一个 我们现在回到分析 这个金融市场上 各类资产表现 第一个就是共和党显胜 显胜的情况下 每股每在原油头 这些贵金属 在选举前表现会更好的 那么黄金在选举后表现会更好 对不对 一直都是如此的 那么原油在选举前后的差异 就变得比较大一点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共和党显胜 共和党大胜 比较大幅领先的情况下 每股每在黄金 在选举前表现会更好 原油会在选举后表现得更好 区别就是选举前选举后 大家也听出来了 原油在选举前后的差距的差异 比较大 或者说最大 好了 这就是共和党胜的两种可能性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就民主党胜 民主党胜也分为显胜和大胜 那么如果民主党显胜的话 每在黄金同在选举表现前会更好 那么每股黄金会在选举后表现得更好 整体来讲 各类的资产会在大选前后表现出的差异就比较小了 那么呢 民主大如果大胜的情况下会怎么样呢 首先就每一股黄金会在选举前表现得更好 那么每股黄金在选举后会表现得更好 其中每股黄金会在选举前后的差异 会变得表现得非常大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晕呢 没有关系 我该把结论告诉大家 整体来做我个人分析 不论是共和党先生还是民主党先生 各类资产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特别是我指的是美国的这些资产 并不是跟A股毫无关系 也跟中国的经济没有关系 再讲一遍 无论是共和党先生还是民主党先生 各类的资产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并且呢 资产表现在大选前后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如果一番大胜 例如特朗普大胜 这个概率很高对不对 那么金融资产的表现 会在大选前后出现分化 那么具体会分化成什么样呢 只能通过我们以后的节目 再慢慢分析给大家听 因为刚才我列决的这些已经是简化了 如果我把这个推论的过程中 为什么大胜险胜 对每股每债的影响会好坏大小 再讲出来的话 同学们都各有了 我们没有任何人喜欢听数据 好 我这把结论给大家 所以呢 同学们 如果特朗普大胜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而且这个概率很大对不对 我说过资产表现 会在大选前后出现巨大分化 什么意思呢 简单讲就是 特朗普如果大胜 接下来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很大 K线的幅度 就像布林带的上下轨 波动会很大 有些同学刚刚订阅我们的频道 听不懂什么是布林带 总的来讲就是 接下来大概率特朗普会大胜 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会出现最大的波动 好了 中国大陆同学应该会比较关注几个问题 特朗普当选以后 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再次发行贸易战呢 美国仍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那么鉴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表现 再加上他最近的言论 他上台之后 肯定会对中美贸易带来的不利因素是居多的 那么具体 不利的因素要怎么分析和讲得清楚呢 那肯定这一期视频讲不完就略过了 有机会 同学们如果想听的话留言 或者在圈里面讨论 我也可以有机会的话也讲一讲 第二个方面 其实我昨天也稍微的略带的讲过了 特朗普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会 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的影响会多大呢 那么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些 特别是我们那些玩黄金的 会特别关注世界局势 我都听视频 这几期将近可能有一百期视频都说过了 黄金掌就说明世界不动乱 局势动荡 所以做汇率的 做汇式的 就特别关心世界格局 世界局势 所以呢 如果有玩过天然气 更知道 俄乌战争导致天然气的波动 原油波动有多么的剧烈 那么呢 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其实对俄乌的局势影响有很大 因为他不停地说 他如果上台的话 俄罗斯的局势会出现逆转 世界和平的 那他会怎么做到呢 他经常推吹牛嘛 如果他是单权 乌克兰战争可以很快结束嘛 对不对 那政治家的话 我们就 左耳之急 右耳之处 右耳朵出就好了 但是我估计特朗普 可能会用那种 禁止北约东扩 来换取俄罗斯的停战 撤军 甚至可以说 他有可能去乌克兰 跟乌克兰中谈判 放弃部分领土 例如克里比亚 那么特朗普是一个 变化无产的人 喜欢撑口车之快 正面子像个孩子一样 对不对 而且还有点自恋的倾向 我们以后会有机会 讲心理学的自恋性的人格 所以他当选 带来的不确定 是会更高 所以如果特朗普当权 他对世界的格局的影响 会很大 在金融市场也是这样的 会在军事 政治各个方面 都会引起剧烈的波动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K线 我们先从比特币的日线 开始看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视频开头就说过 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下 比特币是否有回调的风险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KDJ指标和MACD 因为这两个指标是什么呢 是趋势反转的指标 我们同学们现在也都知道 KDJ这三个线是什么线 当粉色线和这条纯色线 也就是K和J的指标 站穿低值 也就是蓝色的一条线的时候 就是反转信号 是很准确的 在这里你看 已经出现了反转的信号 这时候同学们 之前也说过 像这样的K线 其实就是表明 多空双方的力量比较平衡 但是真正的反转信号 出现在哪里 是在这儿 这颗下影线很长 对不对 是吧 它又在布林带的下轨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在这里埋伏了 具体我是不是这么操作呢 长期关注的同学 应该知道我会这么操作了 现在很明显 比特币在日线级别 已经到了它的上尾 并且呢 它的黑值和A值都超过了80 包括这蓝色的条线 已经慢慢的在高位 已经过了50嘛 其实有一点点 我还要往80走了 所以如果这三个指标 都出现在80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布林带和这根实体 这根实体发现没有 同学们 上一线长 这时候 在K线指标来讲 比特币很有可能会 在日线级别出现回调 仅仅是回调 现在讲得很明确了吧 视频一开头我就说过 我们要通过K线数据来分析 它会不会有回调 在日线级别 会出现回调 那么我们看15分钟 你短线级别要怎么操作呢 短线你说 是要埋伏一波波段呢 还是说等方向局势出现 这些明确的方向的时候 再操作呢 那这个就要看个人 因为每个交易学员的 或者说每一个投资者的心态 性格都完全不同 每个人都要制定出自己的 和适合自己的交易方式 实际上 虽然在日线级别 其实可以算中线级别 可能会出现回调 但是在15分钟级别来讲 比特币有可能会继续 从这里 不停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回谈 那么这回谈多嘛 回谈的很少 你看五万二 六万二附近 弹到六万三 所以短线级别 它会弹一下 那这个值不值操作呢 看你的心态 看你的资金量 如果你是几百枚比特币的话 这种波段也是可以炒到 但是你只有一枚两枚的话 那你自己可以考虑一下 是否炒在这种波段 这样的波段炒了是不是带来的风险更大 这只能看投资资者自己的心态 那么这只能根据你自己的操作习惯 性格来制定 那么也只有通过学习 你才能找到自己 那么同学们再看这根线 四小时级别的线 四小时的这根线 看到没有 也快出现只差了 那么这根线是怎么样 又变红了 红色的就往往代表着空翻 势力比较强 同学们看到 而且它扇影线更长一点 所以它会回调一点点 回调到哪个位置呢 我们等一下会给出点位来 现在目前是没办法说 因为我没办法按这边的线去画 画的那么准确 特别是玩合约要非常准确 但我们不玩合约 从来不推荐同学帮我合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 狗狗币大概率也会受比特币的影响 对的 你看比特币和狗狗币的这根线都出现 这个蜡烛图实体 实体最重要 同学们记住 实体表明这个空翻的力量更强一点 并且也快出现了死差 所以 并且比特币和狗狗币之间的关系 是比特币不受狗狗币左右 狗狗币是被比特币左右的 所以狗狗币呢 在经历了这一轮 这一波小幅的反弹以后 在这个阻力位置会出现回调 上涨的动能已经开始减弱了 所以短线级别 短线级别会出现回调 那么上涨回调是很正常的现象 重点看能不能在它的支撑位 得到有效的支撑出现反弹 那么支撑位等一下会给出来 有好几个支撑位 同学们 其实你们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 接下来狗狗币能不能涨 重点看什么 成交量重点还是成交量 那么明显的从这个区域开始 绿色开始多了 成交量呢 目前量还是不够大 但是空翻的力量已经没那么强了 好了 刚才我们刚刚说可能快出现时差 果然开始出现时差了 你们这就是了 只差往往会倒回它的短线级别超卖区域 波段波段就这样炒了 来回这样炒 好的 总体看 比特币狗狗币都在短线级别 短期内出现了小幅的涨幅 那币圈涨幅个34% 真的不算多大级别涨幅 那么短线级别都有回调的压力 比特币也是狗狗币也是 那实际上比比特币影响了狗狗币 都有回调压力 而且多个技术指标都出现回调的压力 那重点就要看能不能在它的支撑位得到有效的回谈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周线级别 周线走得好不好 绝对决定了长期的走势 就是同学们再出现了这几年 1 2 3 4 5 6 6 6连银 这其实已经算银了 虽然是绿色的 只是其实这是银的 因为你去别的比如说不同的国家的时区里面 肯定有这几个全是银的大树图 没那么准确有时候的大树图 但是这都是六年银了 终于出现了盘整 这个就是0.1附近的盘整 就是它的关机架 这根没做好对不对 所以之前我说这根很关键 所以继续下趟 这周的周线也很重要 目前同学们看 上影线有长那么一点点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来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走的 同学们有看见 这个布林带也逐定的在收窄 收窄往往是要变盘的时候 同学们 这是8月中旬 最迟到这个位置了 那实际上会出现小幅的变盘 我都之前上一期视频 有说过预告过 同学们回去看一下 讲的是中线 今天讲的是短线 好那么接下来 开始分享一下点位 特币目前是62,000附近 根据我的测算 它的主力位是在64,800附近 它的支撑位是在6,000 这个不能算是超短线 只能算15分钟级别的短线 以太反 它的支撑位是3120 它的主力位是3400 应该有些同学肯定肯定是在埋伏 Solana了 之前我的视频有说过 为什么要可以埋伏 买预期 那么以太反已经落地了 可以倒手了 加拿明确了 目前它的主力位是在160美元附近 它的支撑位是在143美元附近 那接下来重点是说币了 狗狗币目前它的主力位 现在已经是在0.119附近 刚才突破了对不对 但是明显受阻了在0.19附近 0.19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如果能突破0.19 就会往0.121附近去 那目前0.119是个在短线级别 15分钟级别是很强的主力位 那它的支撑位是在0.115 大家也看过它旁边 还是散打的动能比较主要 只是回调而已 那所以呢 0.115是一个强支撑位 但是也有可能跌破 万一出什么利空的消息 所以那时候就会跌到0.112附近 好 看得很明确了 同学们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的演讲 这个演讲在中国大陆绝对是看不到的 这一切都没有负败 它永远都会发生 这一切都会发生 to tyranny which it does socialists profess a love of diversity but they always insist on absolute conformity we know that socialism is not about justice it's not about equality it's not about lifting up the poor socialism is about one thing only power for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more power they get the more they crave they want to run healthcare run transportation and finance run energy education run everything they want the power to decide who wins and who loses who's up and who's down what's true and what's false and even who lives and who dies in short all of us here today know that there is nothing less democratic than socialism everywhere and anywhere it appears socialism advances under the banner of progress but in the end it delivers only corruption exploitation and decay and decay and decay